你知道原始人是怎么洗澡的吗 直接用木棍拍打全身 而拍照就更厉害了 先胡自己一脸泥 然后再找块大石头 筐记一下拍下去 好家伙 这谁看了不说声厉害啊 那么 当世界末日来临 他们又会怎样应对呢 众所周知 原始时代是非常危险的 那儿的人很有可能会被猛马像踩扁 被刹蛇吞了 被蚊子扎死 抑或者死于一场小感冒 那原始人咕噜一家 是怎么活下来的呢 很简单 全靠狗着 因为怕死 他们一家总是都躲在山洞里 除非饿到不行 否则绝不出去找吃的 这天 被饥饿冲昏头脑的他们 又要出门打猎了 老爸瓜哥率先冲锋 没过一会儿 他们就盯上了一颗鸟蛋 并准备用抛硬币的方式 决定让谁先出场 可是原始时代哪儿来的硬币呀 没关系 瓜哥盯起姥姥就往天上一丢 得嘞 屁股朝上 瓜哥的儿子坦克准备出战 一顿猛冲后 坦克不负众望拿到了鸟蛋 但开心不过一秒钟 他就被鸟妈妈逮了个正着 被其一把抢走了鸟蛋 紧接着 老妈乌嘎追了上去 咣当一下 就给鸟妈来了个泰山压顶 而后 他俩一番争夺 鸟妈不小心被绊倒在地 鸟蛋则飞向天际 好在姥姥眼气手快 一把就给他接住了 不过事情到了这儿 仍旧没有结束 作用鸟蛋的姥姥 被那些饿疯了的动物疯狂追击 就在这时 瓜哥的大女儿小姨及时出现了 一步舍皮走位 轻轻松松将鸟蛋拿到了手里 随后饿得不行的一家子聚在一起 一人一口接连吸起了鸟蛋 轮到瓜哥的时候 那鸟蛋就只剩下最后一滴了 可尽管如此 他也只是淡淡地说了句 没关系 他不饿 上周自己刚吃过 饱餐过后 太阳即将落山 一家人赶忙向山洞冲去 小姨却迟迟没有进家门 原来他讨厌黑暗 向往光明 觉得整日生活在洞穴里 根本就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面对小姨这种生活意义的追求 瓜哥并没有上来遍一顿贺耻 他默默给家人讲起了 好奇心害死人的故事 希望能借此吓住小姨几人 这样 他也能更好地护住他们 但事情哪有那么简单呢 晚上当大家团在一起睡觉的时候 小姨辗转反侧 发现洞外有一处光亮 这成功吸引了他的注意 他还是第一次在晚上见到太阳 来不及思考 小姨默默溜出山洞 向光亮冲去 这一去小姨发现了火的存在 以及一个能创造火的男孩 盖 盖是一个见多识广的流浪暴 还邀请小姨跟他一起离开这里 有点震惊 却仍旧选择了拒绝 盖也不想强求 只递给小姨一个海螺 告诉他 如果有难题 可以尝试吹响海螺 听见后 自己便会跑来帮忙 小姨听了有点兴奋 回去后不仅主动 把这件事告诉了家里人 还当着他们的面 吹响了海螺 只可惜对家人而言 新事物就代表着危险 他们立刻便把 没见过的海螺踩坏了 瓜哥还敢指责小姨 不该一个人偷偷溜出山洞 小姨差点气疯了 而紧接着 盖的话语陡然灵验 地震来袭 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关键时刻 瓜哥挺身而出 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了家人 但他们的洞穴就不行了 轰然坍塌 化为了乌有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坍塌的洞穴后 竟藏着一片新大陆 小姨瞬间就有点心动了 立刻便想展开探索 瓜哥却一把把 小姨拎了回来 他不能让女儿 去面对未知的危险 只可惜 人算不如天算 就在这时 一头猛兽 忽然出现在了他们身后 走投无路下 瓜哥只能带着家人 跳下悬崖 奔赴那块 自己从未见过的新大陆 这块新大陆 也是非常神奇 不仅有长成 大象模样的老鼠 背着乌龟壳的巨型蜻 伪装成葫芦的 吸血蝙蝠 还有一言不合 就直接开座的小毛猴 瓜哥完全不是毛猴的对手 被他打得一愣一愣的 一会儿 毛猴们便四散而逃了 原来是一头鹦鹉虎 忽然出现 还正在朝瓜哥他们 渐渐逼近 情急之下 瓜哥抓紧时 都扔了过去 鹦鹉虎轻松接住 对着瓜哥他们 便是一声怒吼 此刻 瓜哥他们已经 推到了树底下 灵机一动 就像往树上爬 结果没想到 这树竟然是一只 猛瘦的大腿 而他们也因为 这番抱大腿的操作 直接被带到了 一片空地上 忽然 瓜哥发现了一个山洞 带着家人就冲了进去 但让人 怎么都没想到的是 下一秒 这山洞竟然 自己把大门关上了 原来 这其实是一只 正在陆地睡觉的大鲸鱼 被惊醒后 还立刻把他们喷了出去 这个时候 太阳也要下山了 鲸鱼们纷纷闭上大嘴 准备前行 紧接着 一只红色的小鸟 从草丛里钻了出来 然后两只 三只 他们竟组成一只军队 向上位前行的鲸鱼冲去 还一眨眼的功夫 便把鲸鱼全部掏空 变成了一副骨架 得嘞 瓜哥他们有点害怕了 好在小一临危不乱 火速砸断地上的山洋颅骨 吹响了召唤盖的号角 盖正好就在附近 很快便赶到现场 点燃火把驱逐了红鸟 就这样 瓜哥一家惊险得救 但没过多久 他们就因从未见过火 闹出了不少笑话 这不 瓜哥一不留神 就烫上了脚趾 而姥姥 还直接把火虫 吞进了嘴里 这还不是最离谱的 瓜哥好不容易 给姥姥催了吐 可一不留神 又把坦克的屁股点着了 这可给坦克吓坏了 他一路狂奔 意外点燃了整片草原 凑巧的是 这儿还正好靠近玉米地 于是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一颗巨型玉米 受热后冲向天际 给他们展示了一场 灿烂的烟花表演 而后 无数爆米花从天而降 向他们砸了个正着 至此 一家人总算是 饱饱吃上了一顿 而为了能顺利地度过末日 瓜哥决定 把盖绑了 让盖帮忙带路 跟他们一同前往远处的大山 后面 一群人忙着赶路 差点就给恶疯了 好在这时 一只准备孵蛋的大鸟 忽然进入了家宰 瓜哥健壮 立刻带着坦克去偷蛋 结果没成想 这只大鸟经异常凶猛 无奈之下 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 吃点蝎子裹裹腹 这样的场景 让盖相当震惊 为了让自己吃顿好的 他决定带着小姨 用更为先进的陷阱方式 狩猎大鸟 说干就干 两人立刻做了只假鸟 想用美人计 吸引大鸟主动走入陷阱 结果没想到的是 一不留神 两人就意外亲到了一起 于是乎 手忙脚乱下 他们的计划失败了 好在最后 大鸟在追他们的时候 仍旧一不小心踩中了陷阱 就这样 脱盖的福 小姨他们再次饱餐了一顿 但瓜哥却有点不得劲 觉得自己实在没用 竟还要靠盖的帮助 获取食物 而且盖的故事 也讲得比自己好 大伙都很喜欢他 接下来 盖还给小姨他们做了鞋子 帮助他们穿过荆棘地 还用香蕉买通毛猴 让他们主动让出了道路 当然 这还不是最厉害的 面对山谷下难缠的鹦鹉虎 盖发明出高销 帮大伙躲过了袭击 而面对狂风骤雨 他还发明出了雨伞 总而言之 随着时间的流逝 大伙是越来越喜欢盖 只有瓜哥 依旧看盖非常不顺眼 毕竟因为盖的到来 他在家里的地位 那是直线下降 于是为了证明自己 瓜哥也准备搞创造发明了 比如说 自弹束腰功能的蛇皮带 以及相当废脸的派里德 不得不说呀 瓜哥的发明和盖的发明比起来 多多少少还是有点不靠谱 所以当末日愈演愈烈 大家伙再次面临 要不要进入山洞 这一抉择的时候 他们纷纷决定要跟着盖走 去寻找更好的明天 这让瓜哥相当恼火 他完全没想到 就没人再愿意 和自己一起待在山洞里 冲动之下 他立刻就想把盖抓起来打一顿 但没想到的是 一不留神 两人就掉进了一滩浇油里 并且不管怎么挣扎 他们都始终无法逃离 然而没想到一向聪明的盖 此刻竟想要认命了 他告诉瓜哥 自己的父母就是因为困在浇油里 所以才会狗蛋 听到这儿 瓜哥忍不住心下一软 一顿小安慰后 还立刻对盖各种鼓励 最后 一阵头脑风暴下 盖让皮带猴帮忙做了头母老虎 想用它伺有功老虎 有一说一 这确实很有用 没一会儿 路过的鹦鹉虎便冲向母老虎 将藏在母老虎底下的瓜哥和盖 一把扯出了浇油地带 而等到小一几人赶到现场 瓜哥和盖已经相处得非常融洽 这让他们忍不住一点好奇 但还来不及问清缘由 地震便再次来袭 无奈之下 他们只能继续狂奔 不过让他们怎么都没想到的是 眼瞅着几人即将胜利 意外竟再次袭来 顿时山崩地裂 哪怕众人迅猛向前 也依旧无济于事 这一次 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地面塌陷 裂出一道鸿沟 而底下便是滚烫的熔岩 见此刑警 盖忍不住有点小崩溃 乌嘎则连忙招呼众人 躲进一旁的山洞里 但瓜哥却不想再这么做 他不想继续躲避 也知道家人心里对光明的向往 所以 他不愿再带着家人 在暗无天日的山洞里生活 他们应当去追逐光明 确实 他没有盖那样的聪明大脑 但他有一身蛮力 那是从前为保护家人磨练出来的 而现在 他已经测算过了距离 他想用这身蛮力 将家人抛去对面的山巅 此话一出 乌嘎立刻表示反对 奈何瓜哥心意已决 他根本就劝不动 而后盖提出先由自己去探探路 瓜哥同意了 使出全身的力气 将他抛向了对面 没过多久 号角再次响起 大伙知道 这是盖发出的安全信号 所以一番依依不舍的道别后 瓜哥也准备将他们依依送走 转眼 一大家子就只剩下瓜哥和小姨 小姨不愿意去 他开始后悔 自己之前不该总是和父亲吵架 他想告诉瓜哥 他是世上最好的父亲 可瓜哥却什么都没说 只默默将小姨拥在了怀里 由此 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拥抱 他不是聪慧的盖发明的 他来自于一个有点蠢笨的父亲的爱 我爱你 来不及多言 地震再次来袭 瓜哥赶紧拖起小姨 向对面抛去 很快 小姨和乌嘎他们成功会合 而瓜哥则在一片坍塌中 失去了踪迹 这可把小姨他们急坏了 好在最后 瓜哥仍是从一片废墟里爬了出来 并幸运地躲进了一个山洞 后面 瓜哥模仿盖的动作 成功燃起了火把 这让他非常兴奋 立刻就想跟家人分享 可回过神来才猛然发觉 他的家人已经不在他的身旁了 顿时 一股失落涌上心头 瓜哥抓起了地上的泥土 在墙上画起了家人的模样 突然 晃动再次起来 火把也掉到了地上 而等到瓜哥再次燃起火把后 鹦鹉虎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这可把瓜哥吓坏了 但让他怎么都没想到的是 这头看似威猛的鹦鹉虎 竟只是个怕黑的小可爱 现如今 还只知道不停地往自己怀里蹭 没过多久 号角声从远处传来 瓜哥一听立马急了 害怕家人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危险 但问题是 他要怎么抵达对面 去营救家人呢 唰的一下 瓜哥脑壳里蹦出一个绝妙好方法 他决定把胶油涂在巨大的鲸鱼骨架上 然后故意去挑衅那群红鸟 没一会儿 红鸟果然中计 被死死粘在了骨架上 而瓜哥则点燃火把 用它们喂光的属性 直引起了飞警的方向 就这样 一艘飞船向对面驶去 路上 瓜哥救下了很多无家可归的小动物 并在大爆炸的最后一刻 努力冲向了对面 另一边 小姨他们并没有遇到危险 只是在呼唤瓜哥 希望他能不放弃 哪怕一丝一毫的求生机会 而瓜哥也没有辜负他们 最后成功飞越鸿沟 回到了他们身边 哪里有危险 谁催了贝格 我也好爱你 短短一瞬间 妇女的矛盾陡然化解 瓜哥紧紧抱着自己的女儿 至此 咕噜家族再次团聚 接下来 他们准备一起探索面前的碧海蓝天 还特意用瓜哥发明的派利德 留下了一张绝美全家福 疯狂原始人 事部相当温暖的电影 画面制作得很精细 而瓜哥这个憨憨父亲 也受到了很多粉丝的喜爱 起初的他 害怕新事物 不愿意做出改变 只希望家人能平稳地活下去 可最后 他却为了心里那份对家人的爱 勇敢做出了改变 我是黑白 咱们下期见